標必須放在這個的後面 接下來的話必須要插入什麼 版面 的什麼呢 DIV 有沒有 這邊有個插入DIV DIV標籤按確定 再來就做什麼 做這個地方他加入我們要的東西 那比如說我要六個 六個朝代的話 那就把六個朝代的資料分別輸入上去 包含就是楚漢 唐宋 原民 這幾個對不對 然後我把它輸入上去輸入到這裡 那座內bar的話 貼到這邊來 OK 這個地方 就是插入到DIV這邊他有個新增DIV的標籤放在這裡 OK 那加上去之後的話 再把這些 變成什麼一個項目符號 那項目符號在下方這邊有一個HTML OK 加上那個HTML 接下來的話 分別做超連結 一樣嗎這邊的話呢 就選取他 分別連結到 請 配取1到 1到6 然後 這邊1 分別 分別就把他加上去 4 5 這邊比較多一點 做完畢之後的話 再加上內bar 特別注意 內bar的 這個加的方式 12到6 OK 好加上去之後的話 那這邊有超連結 可以連結 不過現在 當然你即時來看 這個是項目符號 那怎麼樣可以把它加上去 內bar 特別注意 一定要在那個插入的DIV的頭 跟DIV的尾 有沒有 把這個加上去之後的話 我們再設定一個什麼 把它 Data row Data row 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內bar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顯示出 他是一個內bar 那你即時來看一下 基本上 才會出現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當然每一個項目上面你可以再加icon 不過 我如果 做完畢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 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 顏色怎麼樣全部黑黑的 感覺真的蠻醜的 好 所以怎麼辦呢 假設我今天需要我希望怎麼樣 希望改一下 假如我希望把上面這個地方 改成藍色的 這個地方 變成黃色的 該怎麼做 如果說我做一個內bar 這個地方改成藍色的 這個地方改成黃色的 有沒有辦法這樣做呢 或者底下這個地方也把它改成藍色的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這個部分的話呢是 上面做一個內ba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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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